不进行制度变革中国教育和足球都没有希望 作者 易中天 我既是一个教书将,就来说说中国教育的问题 几年前,在北京经济观察报的一个论坛上 当时有一位演讲嘉宾是教育家杨东平 我说请问杨先生,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 他想了半天说,教育吧 我说为什么?他说足球没有希望也就算了,教育不能没有希望 问题是,我们要考虑的是中国教育是不是大幅度,大面积的提高了我们整个国民的素质 而现在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中国教育整个把人脑子搞坏了 中国教育和中国文化的问题一样,是弱智化 考坏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教育评价目标,就是成王败寇四个字 就是你如果得了诺贝尔奖就是好,没有得奖或者奥数没有得奖就不行 就是以成王败寇,急功锦利,建立妄议,忘掉了教育的根本目的 这种成王败寇的评价标准的结果是不把学生当人,忘子成龙,忘子成彩,忘子成气 龙是什么?怪兽 财是什么?木头 气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要成怪兽,你要成木头,你要成东西,就是不要成人 现在口口声声以人为本,最应该以人为本的应该是教育,可是在中国,最应该以人为本的领域,最不把人当人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孩子过了什么日子 有一家媒体报道说,夫妻两个白天平时工作比较忙,到了国庆长假,孩子问爸爸妈妈能不能花一天时间陪我的游乐园玩一下 夫妻两个开了一夜的遵义会议,最后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拿出一天时间陪孩子上回游乐园 做了第一个游戏,孩子挺高兴 妈妈就问,好玩吗?好玩 那回去就可以写片作文了吧 孩子当场脸就拉下来,然后垂头丧气去做第二个游戏 做完第二个游戏妈妈又过来了 问,第二个游戏好玩吗?好玩 那你可以写一篇精彩的作文了吧 孩子说,妈妈我不玩了 一天玩的时间都不给孩子,就盯他的作文 口号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那我想请问,人生的终点现在哪儿? 并已管 所以从上到下,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家长,全都是望子成龙 所以现在我提这些明地提出来,我反对理智,反对陪忧,反对成功学,反对望子成龙 我的口号就是今天的主题,望子成人 什么人?真正的人? 有标准吗?有,八个字 第一真实,第二善良,第三健康,第四快乐 首先说真实 有人说不可能 这么眼头你还能全说真话,不说假话 我说能,因为我的真实标准是不说假话 有人说,那你说的全部是真话,我说是 他说那不可能,说真话要倒霉的 我说很简单,你觉得这个真话说出来要倒霉的话,你可以不说 康德说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是他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 因此真实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你觉得这个真实是不可以说的,你就不说 然后假话你也不说,剩下的全都是真话,这就是真实 第二是善良 善良不是说要你到街头去做什么义工,或者学雷锋的那天去扶老太太过街 善良的底线是侧隐之心 侧隐之心就是不忍之心,不忍心人将受到无辜的伤害,包括对小动物 所以不但不能行凶杀人,也不能虐待小动物 我们要在法律上保证公民的侧隐之心不受伤害 第三是健康 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而心理的健康比身体的健康更重要 第四个就是快乐 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在孔夫子那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人,做事的最高境界是权权衡,智学的最高境界是乐 知识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快乐是最高的境界 其实人很简单,成功不成功,是否出人头地,是否光宗耀祖,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否快乐 孔子说一单识,一瓢瓶,在漏响,人不堪喜悠,回也不敢喜乐 最后是快乐 比方说现在为什么千军万马或独木桥,大家都要去考公务员呢 我非常同情大学生毕业以后挤破脑袋去考公务员,虽然我不赞成 但是我非常理解非常同情,他缺乏的是安全感 有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就这样对记者说的 我也不想考公务员,但是我爸我妈让我考 我爸我妈说,孩子,你要考上公务员,他在村里就不受欺负了 他要的就是一个安全感 所以我们的社会应该给每个公民提供足够的安全感 让每个公民有足够的尊严 不管他从事哪个职业,不管他在哪个岗位上 他都是一个安全感,有尊严的人 这样他才能快乐 这就是我对中国教育的希望 我希望中国教育能让我们每个孩子,中国改革 中国社会能够让我们每个中国公民都成为真正真实的人 善良的人,健康的人,快乐的人 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我希望你能够让我们来看